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间也很有限 一般都在晚上 甚至晚饭都不吃 他都是晚饭以后他才有时间 我们两个也就喝个咖啡 聊个两小时就结束了 就这么着的话 这关系断断继续持续了好几个月 就也没什么进展 就是所谓的比普通朋友稍微好一点 好朋友 但是都不到 离特别熟的好朋友也差那么一点 可是这么一个关系 没办法推进 你想使劲也使不上 但有一次他突然提前跟我发短信 他说他要办一个什么事 第二天 说问我有时间能不能陪他去 因为我时间比较多 我比较自由 白天不用上班那段时间 我说好 求之不得的一个机会 要去下午还去离城里挺远的一个地方 要开车 我这司机苦力 但是这是机会 机会要用上 第二天本来说下午是大概两点多钟见面 中午的时候我正好也无聊 就跟他发短信 我说你起了吗 我说起了 要办的话一块吃饭吧 吃完饭再一块走 挺自然的 我们就约了一个地儿 就吃饭了 从12点开始 一边吃一边聊也不着急 两点钟开车出城办事 大概这事办完以后就五点半了 五点半以后再回到城里 很自然的又找一个地儿吃饭 而且那时候人已经跑了半天了 累了 吃饭就特别放松 就要休息嘛 这顿饭吃了大概有三个小时 吃完以后就九点多了 就在吃完饭聊天的那段时间 我就发现 我觉得这个女孩跟我以前约会她的时候不一样了 就是眼神有点迷离 这个姿态也比较慵懒 其实看着就更女人了 我觉得更好了 因为平时在一起的时候还有点绷着 虽然看上去也挺不错的 但是不是那么自然 等到那个时候她就状态变了 所以后来我们吃完饭以后再去散散步 聊聊天 身体靠得也比较近 就明显感觉那次约会完了以后 我们的关系就跟以前就有一个比较大的跨越了 从那次以后我就开始琢磨 我说这个是不是有一个什么道理在里头呢 我再回顾以前交往的一些经历 我突然发现我是有的 为什么呢 你讲 我们正常的一个约会 一般来说就是两三个小时 就大家下班以后约好了六点半 七点见面 吃顿饭就十点了 除非你们俩关系特别好 已经可以升级了 两个人会耗到十一点 十二点 多数正在交往的关系呢 这点呢 就也挺尴尬的吧 行吗 拜拜吧 明天要上班 就结束了三个小时 但这个两三个小时是一个什么时间段呀 就是一个人在社交中啊 他可以保持一个正常 良好 有点伪装的一个状态 就是那劲儿能绷得住 但是你想啊 如果你跟一个人在一起一直待下去 有时候待到五个小时以上的时候啊 就稍微有点松懈了 就有点累了 因为我不能这么一直装上去 对吧 你要待到七个小时 那就更有点这个疲惫了 你要待到九个小时 那就回到那个自己自然的状态了 但自然的状态呢 其实挺不错的 其实更真实 彼此呢 就谁也不装 而且呢 彼此如果有好感的话 他就更容易流露出来 当然前提呢 就这个九个小时呢 是我们自发的 自愿的去追加出来的九个小时 不是说啊 九个小时有这种效应 行 我逼着你 跟我必须待九个小时 你逼也逼不到啊 肯定是因为他跟你头三个小时待的好 他才会给你有第四个小时 然后才会有第五个小时 才会有第六个小时 如果他是在任何一个时间段 他觉得没意思了 他随时会终止 所以我发现 你把这个约会提前一点 开始 那么只要感觉好的话 他就可以去往下延续 你把这个约会给放在晚上七点钟开始 那么就算你们俩聊得好 聊得再好 到了十点钟 他也只能结束了 所以你就没有机会去实现这个九个小时效应了 关键的在这儿 就是你把约会要提早开始 曾经约女孩还是 然后她答应了 她说你看行啊 我下午要跟我的闺蜜去逛街 咱们也可以吃午饭 也可以吃晚饭 你看 你说咱们是吃午饭的话 我就先跟你吃饭 然后再跟闺蜜逛街 如果你要是中国有事的话 咱们就等我逛完街以后 约个地儿一块吃晚饭 那时候她让我选择 我当时想的是 哎哟 那晚上可能更浪漫吧 这个环境就感觉更好 那就吃晚饭吧 晚饭我还能够从六点钟吃到十点 还能有四个小时呢 午饭的话 她要是十二点半 吃到三点 她就跟闺蜜逛街 只能待两个半小时 当时我这么想的 但是呢 说好了吃晚饭 好点的 还真吃上了 准时吃上了 聊上三四个小时结束了 不好的话呢 她有时候跟那个闺蜜一逛街 就逛着 这个没有时间概念 就从六点钟拖到六点半 拖到七点 拖到七点半 我还得跟她傻等着 感受特别不好 屈辱啊 有那么几次 我就约了午饭了 我想得了 我先吃午饭吧 结果呢 跟这午饭我们俩聊得挺好 聊得挺开心的 聊得挺开心的时候呢 这个女人她没有时间概念的一面 就变成对我有利的了 她就往后拖 拖到两点半 三点 三点半 我估计她闺蜜可能该跟那边生气了 这个有的事 刚才是直接给她闺蜜打电话 说 哎呀 我今天有点累了 今天不想动了 要不然我们改天吧 就把她那边给推了 就女人的这种时间安排 只要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 都是随时可以变化的 你千万别当真 你就找那个有利于你的 能够这个咱们只看眼前 眼前有了 就先搂过来再说 没有什么必须要她要做的事 后来我就发现 我有那么几次 其实中国一旦聊得好的时候 他甚至可能把下午的那事给取消 然后我们就一路约去了 下午时代不能在看场电影 然后看完电影以后就吃晚饭 吃完晚饭以后再去哪 散散步 甚至有的时候还兴致来了 去唱个歌什么的 那这一天下来 就跟在一块待了小半辈子似的 那关系一下子就推进了 就好多不好意思说的话 不好意思做的表情 不好意思办的事 一下子到了晚上的时候 就很顺理成章的就发生了 但是你想想 要是你们俩只待两三个小时 就是那种感觉还没来呢 或者刚要来就要结束了 这个就不行了 好多男孩就说 我们俩已经约会过好几次了 我想拉手 像今天我们要升级 后来的结果就是跟我说说 见了面以后就吃饭 然后一直找不着机会 最后把她送到家了 到他们家楼下了 好像终于有点感觉拉了一下手 结果拉完手再上楼了 然后下次又得重新开始 那女孩又变得很冷静 很理智 跟她保持距离 就特别难受 如果你要是有一个很充分的时间的话 这事就可以解决 郊游也是有这么一种情况 你跟一个女孩 你第一次跟她约好 说咱们俩今天出去玩 上午出发 郊游也没有关系熟到 说能够在外面住一晚上 马上还得回来 其实两个人关系最好的状态 就是在回来的那个过程中 因为这一天出去爬山涉水什么的 折腾完了以后 人身体上已经很疲惫了 身体的疲惫可以带来心灵的放松 心理上的解脱 那么在一块 有另外一种默契 不见外 两个在一块 好像同甘共苦国似的 回来的那个路上 感觉是特别好 原来我不明白九小时效应的时候 我以为郊游是青山涉水的作用 后来又想通了 就是时间 时间把你的伪装给打垮 时间让你更接近自然的人性 然后最后在一块关系就更好了 所以在围城里说 男女合适博士最好去旅行一趟 如果一趟旅行下来 两个人能够相出来的话 那就真相出来的 两个人时间要足够的长 才能够暴露出真实的样子 当然 如果你要长了几个月的话 它就从暴露优点 又进而变成了暴露缺点了 那个只是长期关系 但是如果你们待一天 待上九个小时的话 好处在于能够让你充分暴露优点 能够让你的吸引达到最大值 这是第一 第二 就是人的那种伪装 那种拘束会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的消融 大家都体会过 在自己喜欢的面前会不自觉的装 男的在装 女的其实也在装 女的要装淑女 男的要显得自己多么的风趣 多么的优秀 多么的正派 这都是装 其实我们都明白 其实我最喜欢它的那个点 跟它表现的这种优秀 这种正派 往往是没关系的 我最喜欢的那点 就是它最真实的 我不好道出的那一部分 如果我们早点把我们的交往 进入到那个层面的话 其实是最好的 我们明白了九小时效应以后 在生活中其实是有很多利用的机会 大多数时候 可能我们的约会只能是发生在下班以后 两三个小时 但是如果我们有机会 尽量就要提醒自己选择这个九小时 还原到这个生活场景当中有一种情况 特别可以去利用一下 就是给女孩帮忙 你看我那次的经验也是帮忙 就因为帮忙呢 往往是一个需要花很长时间的事 好多男人觉得帮忙是不是显得自己这个太卑躬屈膝了 有的时候男的还会拒绝女人帮忙 觉得这样不好 有的男的会把这个帮忙呢 老想说我要直接帮的话 显得我太没价值了 我跟他开开玩笑 我帮你这个什么 那你是不是要请我吃饭呀 就把这个变成一个条件上的讨价还价 这样都不好 其实当一个女孩提 就是像你提出帮忙的要求的时候 对你们的关系来说 或者对你来说 最大的好处就在于 你有可能获得一个跟她长时间相处的机会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咱们就拿修电脑来说 我以前有一个学生 她给女孩修电脑 她怎么修的 她上班在上地 西五环外面 那个女孩是传媒大学的 东五环的外面 这么一个距离 女孩说我电脑坏了 你帮我修一修吧 这两人其实还没有什么特别深的关系 女孩我估计可能也是在网上问了好几个人 或者说是正好翻手机 翻到她了 想 这小的不是学IT的吗 问问她 然后她说 好 我马上帮你修 你等着 我今天下班就去 六点钟下班 坐地铁两小时 八点钟到传媒大学 路上自己在地铁买了一百万庄严的汉堡 啃了一下 咽肚子里喝了瓶矿水 八点钟到女孩宿舍楼下 就搬着笔记本在那小树林里头长椅子上 呱呱 埋头就苦修 一个半小时搞定 九点半 修完了以后 女孩还客气了一下 说要不然你吃饭了吗 那意思就是我陪你吃点东西 她说不用了 我路上都吃过了 明天还得上班 我回去了 九点半 自己又坐两个小时地铁 回家十一点半 这忙搬完了 搬完以后 关系一点推进都没有 就什么都没有 就白修了 我觉得女孩也不是说占人便宜 但是对于女孩来说 除了说这个男孩帮了我一妈欠了点情之外 但是她对这个男孩他们的了解 他们的这种熟悉度 没有任何的增加提升 后来他们的交往就慢慢的不知所云不知所终 就断了 那么实际上就是一个高手 不是说一个电脑高手怎么修电脑 而是一个泡妞高手 他会怎么找女孩修电脑 你就别着急 你电脑不是坏了吗 行 那这电脑不是那么容易修的 我们找一个时间好好修 礼拜六行吧 礼拜六我上午下班 下午咱们找一个咖啡厅 坐那儿给你修好 我把什么该带的什么驱动 我都给你带来 你说的复杂一点 那礼拜六到了以后 你中午给他发个短信 说我下班先去找你 咱们一块吃个饭 吃完饭以后就在那儿 旁边这个咖啡厅在那儿修 那这个时候 你给他提一个午饭邀请 他很容易答应你 对吧 他下午还有求你 他不至于说上午 中午连个午饭都不吃 而且说这种时候 女孩她肯定不会安排别的事 别的约会 别的活动 所以她午饭肯定也自己吃 那么自己吃的话 有人跟她一块吃 多数女孩当然愿意的 12点吃 快点吃吧 吃一个半小时 吃完了以后 转场到咖啡厅 再点上咖啡 再点点点 交点心之类的 把电脑铺开了 慢慢修 别着急 别那么跟完成什么任务似的 一边修一边聊聊天 聊聊彼此的生活经历 聊聊故事 你是怎么来北京的 你小时候是什么样的 为什么选择那个专业 你们这个学校的有什么好玩的事 通过这个过程 两个人增进了解 等到你修完电脑 四点多了 五点多了 她也不好意思 就让你赶快走 你再坐着 再多磨一会儿 就到晚饭了 到晚饭的时候 她如果说 你别走 我请你吃晚饭 你就先答应下来 一般人说 她总得给你客气一下 更重要的是 她没安排别的事 女人都是喜欢 让她不讨厌的人陪着的 这点很重要 女孩喜欢有人陪着 大家有没有注意 逛街的女孩很少有落单的 逛街的 都是三三两两的 这是女人的习惯 甚至我上个厕所 可能都会 在学校里都会拉个半 两个人一块去 所以 只要她没有安排 她都不介意 让眼前的不讨厌的人 继续陪下去 有的时候你不必想说 我跟一个女孩在一起 我要时刻表现得多么优秀 多么出色 来获得我下一步的机会 只要你别犯错 让她觉得跟你在一起轻松自然 然后你后面有足够的时间量的话 你就很自然的就会设言到下一个阶段了 然后当时间足够长的时候 它自然就产生一个跟你比较熟悉的 信任的亲近的感觉 然后那时候你再做一个升级 做一个男性的爷们点的举动 你们的关系就过去了 你晚饭她说情景 你就先答应下来吧 等到吃的时候 你还是绅士方多一点 你再抢个单 这也没什么 这时候吃完晚饭 就至少九点了吧 十二点到九点 这九小时效应就产生了 这时候我敢保证 你们经过这么大半天的时间下来 这个关系跟她相处了一个半小时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给女孩帮忙 就是往往是我们九小时效应的一个 可以利用的一个生活的场景 把给女孩帮忙变成跟她长时间相处的机会 然后这个长时间相处呢 可以让你们的关系快速的提升 谢谢你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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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